果然斗争的镜头都是内讧 眼看对手即将团灭 两名狼人居然开始互相算计 学霸忍无可忍 直接抽刀捅向同伴真怨 忽然系统提示音响起 狼人之间不得互相伤害 真怨抓住机会 拿起喷雾剂喷向学霸眼睛 紧接着一个转身 关紧了冷兜库的大门 过了好一祸 学霸的视线才恢复稍续 赫然发现调节温度的开关已经损坏 气急败坏之下 他想找隐蔬泄愤 不过很快察觉到 对方居然被调包了 原来真怨早就谋划好了一切 自从发现允叔的手机被拿走 他便开始找尸体伪装 连如何对付学霸 将他冻死在仓库中都想好了 而允叔本人 此时正在冷库外的一处隔间内 细心的真怨居然还在刚刚的争斗中 取回了他的手机 如果没有意外 处在低温环境下的学霸 绝对撑不过半个小时 可他为了活命也是拼了 居然用包裹尸体的摆布取暖 恍惚中似乎有个篮球滚来 学霸全身一哆嗦 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缓缓靠近 竟然是被他残忍杀害的阿乐 学霸吓得精妇出声 过了很久才发现 刚刚经历的只是幻觉 转眼来到第二天 允叔从沉睡中醒来的同时 班长俊熙居然也坐了起来 原来真怨昨天连他都放过了 算上被学霸杀死的阿采和学采 平民玩家就只剩下允叔和俊熙了 两个人很快在大厅找到了真怨 不过并未感激对方的不杀之恩 毕竟狼人和平民 只有一方才能活下去 真怨说他有不得已的苦衷 丢下一句赶紧干掉学霸后 便转身离去 想不到学霸在昨天晚上 居然砸开了冷酷大门 真怨用手机试了试投票 说明他现在还活着 收到提示音的允叔 正要跟着投票 俊熙让他先等等 反正现在投给学霸 也不能让他立刻死亡 况且还有一个琢磨不透的狼人真怨 如果实在不行 他就直接出手杀死两人 不过在此之前 俊熙打算先摸进真怨的底细 待对方离开后 允叔发现背包中多出来一个包装盒 他记得这是自己送给真怨的生日礼物 里面装的是条同款手链 可如今再次打开包装盒时 居然变成了一个U盘 他好奇地插入电脑查看内容 里面竟然存着一个模拟游戏 其中就有他当初遇到的奇怪迷宫 允叔的记忆开始恍惚 再次查看班级的合照 发现里面并没有真怨这个人 他终于想起来 对方实际上是死去闺蜜条适应资质游戏里的角色 忽然房间大门被砸开 允叔惊恐地转过身来 而这边的俊熙还在不停追问真怨到底想干嘛 后者有些着急 表示学霸才是真正危险的人物 话音刚落 他们同时接到学霸的消息 想救允叔就赶紧来屋顶 两个人毫不犹豫地时间而上 果然看到了被学霸抓住搏梗的允叔 对方此时已经有些癫狂 居然妄想杀掉所有人 他先是强迫真怨从楼顶条下 接着又让俊熙乖乖过来受死 真怨依然冷静在线 明白即使自己死了 学霸也不可能放过允叔 随后他又放声威胁 学霸这种逼死队友的行为 小心遭受游戏的处罚 后者越听心越慌 允叔抓住机会顺利摆脱束缚 一旁的俊熙快步冲上 可惜很快就被对方用石块砸翻 学霸大喊一声 抄起匕首朝着两位女生冲去 允叔见识不亮 用身体帮真怨挡下致命一刀 刚刚回过神的俊熙见到这一幕 愤怒冲上前 再次和学霸缠斗在一起 草童中时不时发出痛苦的哀嚎 真怨眼睁睁看着学霸站起身 不过腹部却插着一柄带血的匕首 当他倒下去的那一刻 宣告学霸死亡的提示音传来 俊熙这回总算没让人失望 可惜允叔也同样中了一刀 看这样子是撑不了多久了 只见他艰难地对着真怨说道 我很想你 朴世英 原来允叔看见U盘里的内容时 他便恢复了所有记忆 那份生日礼物 实际上是送给好闺蜜朴世英的 而眼前站着的真怨 其实是对方在游戏里的化身 后者说了句自己也是身不由己 允叔便脑袋意外眼看就要不行了 真怨的眼神忽然变得坚毅 他让允叔再坚持一下 说完后便踏步来到天台边缘 真怨的身体不可思议地闪了几下 接着便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系统提示音很快传来 最后一位狼人死亡 游戏以平民玩家获胜而告终 一幕幕的恐怖精力再次涌现 允叔猛地睁开双眼 赫然发现身上连着许多金属线 他好奇地环顾四周 同学们全都沉睡在科技感十足的座椅舱中 这时候前方的大屏幕亮起 展示着众人的信息资料 以及之前经历的画面 忽然两名中年人现出身形 允叔一眼便认出来 对方正是死去闺蜜朴世英的父母 他终于明白这是哪里了 时间回到几个月前 学霸因为暗恋朴世英 居然用他的照片合成热舞视频偷偷欣赏 使着一不小心被阿乐几个混混发现 这件事很快流传到 跟朴世英不对付的副班长几人耳中 他们居然威胁学霸将是频发到班级群 结果全班人都知晓此事 并开始对朴世英肆意嘲讽 起初允叔和俊夕并不知情 看见朴世英神色慌张 只是关心的追问几句也没深究 直到对方顶不住压力跳河轻声 两个人这才追悔莫及 可惜一切已经无法挽回 朴世英父母将女儿的死 全都归咎到班级同学的身上 所以将他们统统抓来实验室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 让众人经历最真实的狼人游戏 每轮游戏结束后 他们的记忆将会重塑 以便开始新一轮的游戏 算算时间已经重复几十次了 允叔突然回想起来 这段狼人杀的经历 跟朴世英自己设计的游戏很像 原来他的父母就是想让这群杀人凶手 在女儿亲手打造的世界里 不断经历死亡的折磨 为自己犯下的过错长罪 允叔想不通 自己和俊熙是朴世英最好的朋友 为什么他俩也要受到惩罚 谁知朴世英母亲的怒意更甚 正是因为你们是好朋友 当初更应该帮助朴世英 而不是让他独自承受所有痛苦 允叔听完后心中的愧疚更甚从前 他一直都在后悔 没能跟朴世英共同进退 现在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只是希望能够放了其他同学 朴世英的父亲有些心软 原来他们之所以唤醒允叔 因为这次游戏出现了少许错误 想要当面询问他一些细节 现在朴世英的父亲已经知道答案了 允叔能够找回记忆 都是女儿的游戏角色帮的忙 而且之前的游戏选项里 根本没有自杀这一条 但是女儿为了解救同学偏偏这么做了 说明对方已经原谅大家 不希望这个游戏继续了 所谓的帮女儿复仇 其实只是他们两人的执念 谁知朴世英的母亲摇摇头 自己根本无法放下执念 紧接着坐舱中的允叔再次陷入沉睡 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处一辆大巴车 起初他还未当回事 可看见熟悉的一幕幕后 允叔赫然反应过来 这不就是新的一轮游戏开启了吗 以上就是夜幕降临的全部内容 有些人可能会奇怪 允叔这次怎么会保留记忆 剧里的一些细节其实给了答案 先是好闺蜜帮他幻想了真实记忆 而且他又是在朴世英父母的争论中进入游戏的 应该是两人没来得及对他进行记忆重启 如果这部剧有第二季 允叔将会更加执着于阻止游戏进行 和那些不明真相的同学们相互厮杀 想必剧情会更加精彩 其实之前就有不少人猜到 这其实就是一场游戏 因为很多设定和现象 只有在程序游戏中才能实现 还好编剧没有选择毫无新意的梦境设定 也算是给之前留下的悬念 提交了一份颇有诚意的答卷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